主料,牛肉丸12个,西兰花半个,木耳三片,冬瓜10片,油豆腐12个,辅料,油,盐,蒜板三板,红辣椒一个,生抽,鸡精,小葱两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锅中放适量水,几滴油和少许盐烧开,放西兰花焯至炖身捞出,放木耳焯熟。 所有材料煎好,并起油锅,烧热,炒香蒜片,放入牛肉丸,油豆腐,冬瓜片,翻炒均匀,加入生抽,炒至冬瓜变软,放西兰花,木耳,翻炒均匀,加少许水,烧开,加入红辣椒,盐,快速翻炒,大火收汁,加葱花,鸡精调味,烹饪技巧,蔬菜可以随意变化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